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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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指挥官财富涨停板 而且呢台北股市真的太精彩了 眼看24000点啊就快要到楼23878 八发发各位看到没有大涨321点 所以台北股市真的太精彩了 后面还有后市而且还要更精彩 各位注意哦 那么今天啊涨上来之后 反而有几句话要先跟朋友讲 尤其是啊在每一次的上涨过程当中呢 各位记得一件事 一定会有人先下车 下了车之后就会开始觉得说 这个行情要保守 也会有人看空 甚至呢还会有利空来下你来模拟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啊 如果有利空 如果有人下你模拟的话 那绝对是好事啊 各位还记得这三句话吗 行情总在绝望时开始 哇COVID-19绝望时开始啊 在半信半疑中成长 台积电到了1000块 每天都有人问我说台积电 为什么不会崩盘 等一下我还要跟各位讲台积电 第三件事情啊 在充满希望没有利空的状况之下 注意哦 充满希望 一定会带大量 充满希望一定会没有利空 各位还记不记得 当时的所谓货柜三雄 充满希望的时候 什么没有万海不能名阳四海啊 没有长龙不能祖宗光龙啊 那种状况之下才会结束啊 现在谁跟你讲没有台积电 会活不下去啊 没有哦 很多人还是自己的原因说 啊台积电贵了 其实台积电 你买大力光不是更贵 那红海也不便宜啊 什么台积电贵了 什么广达贵了 你只是嫌贵 但是问题是 贵的东西如果还会再涨 那你就是要买 而且只要还会再涨 就不算贵啊 请各位留意哦 今天啊 我先跟各位讲第一个讯号 台北股市加起来 这里有20只涨停板 这里有39只 加起来59只涨停板 天啊 59只 等一下再一一的看好了 代表什么啊 59只涨停板以外 还有再涨停板的啊 脑袋先想清楚啊 那些在预售屋啊 那些在房地产那边排队的人 台湾钱 从中国大陆回来的 台湾钱烟角木 大家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还这么多只涨停板 还有利空的状况之下 还有人赶快翻空的老师一堆啊 代表什么 钱非常多啊 所以请你一定要记得啊 所以我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时间 所以等一下第二阶段会跟你谈大盘 你放心 我都会讲第二阶段会跟各位谈台积电 甚至呢我会谈一点细光值啊 但是我的最大的重点还在机器人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如果给我三个产业的话 那么三个产业我都要台积电跟台积电周边 包含3583的新云 我说这个股票呢 你就当作是所谓 未来COVER最大的指标 我说2330的台积电 你每一天都要讲到它 因为到现在为止呢 我的目标价都还有一段距离啊 第二个 那么细光值跟着台积电 跟着所谓Google一起涨 你不要说老师 今天在光盛跌停 哎哟我真的很想讲一件事耶 光盛从72块钱到现在为止啊 从72块到现在为止涨到438块啊 就算你从这边啊 180块 180几块的时候进来啊 到现在为止啊 也快三倍了啊 你还要怎么样 好这有空我们再谈 但是今天还是要跟各位讲 注意哦 机器人还没完耶 你说老师 今天机器人结束了 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涨多少 这涨得跟光盛差不多耶 它总共涨了3.6倍 你100万变成462万哦 注意哦 是100万变成462万 我把本金扣掉了哦 它还没跌停耶 各位看到没有啊 我等一下会跟你讲说 明年开在哪里会发生什么事 最强的股票还没有跌停的话 那事情就还没完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说过我的节目里面 有一件事情是我最大的要求 如果你要跟上来的话 请你记得我们一定跟你在独家 而且一定跟你在第一手 第一个 你各位看一下 这次不管是4510的高峰 全市场只有我先跟你讲 现在很多人都来追核大啦 反正高峰涨了这么多停板了 核大拥有18%的一个高峰 你只买了18%的特斯拉的齿轮哦 而我们家组的是100% 尤其是各位看到8071的能率网通 这个整个组都是我 我独家跟各位说的 这一次有很多股票 几乎都是在我的节目里面 可以说是成为最大的主轴 而且都是独家跟各位讲 甚至很多股票 我认为未来三年五年 你都还要继续看 特别是机器人 我说机器人太大一组了啦 为什么 你要把一堆机器 一堆铁 我直接这么形容好了 一堆铁一堆铜 做到跟黄敬哲一样灵活 我已经老了 我告诉你 做到跟我一样灵活 就已经很难了 那更何况还可能要超越人类 你说那个机器狗在爬山 比我们还更厉害 你说将来还有下水道 机器人比我们还更厉害 那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刚刚跟各位讲说 我们很多独家的 等一下要跟你讲独家 而且要让你切在第一手 如果说我今天才叫你去追罗生 没意思啦 对吧 你看节目追就好了 买能力网通 你就看节目追就好 只要我还看好你就跟嘛 但是你要来加入我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发觉很多老师在追我的股票 不好意思这么说啦 那往脸上贴金了 但是呢 你看能力网通 现在很多人在追 你说高峰啊 有人追何大 但是我跟你讲 我今天要讲独家了 完全没有 所以我不但要帮你分辨对跟错 而且要分析资讯的强弱 这次机器人是最强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机器人 我连细光子都来不及讲 哪有人还有这么闲 还可以跟你讲什么 讲什么比较2436的伟权店啊 什么6233的什么忘酒啦 讲一讲他就忘记了 这个太弱 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 而且最重要是独家发现标普 各位注意哦 机器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况 各位知道吗 这在我们立法院里面已经有了 这是第五条 他从第一条到第五条 总之呢 这机器人一旦动起来 他哐啦哐啦哐啦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而且呢 他机器人在做的时候 假如没有做任何的安全防护的时候 你手伸去继续 他照常把你夹下去啊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雇主会防止工作者跟机器人引起不害 那么必须要在这个时候作为教导状态 还要自己能够抓他的速度 自动停止 设置指示灯等等这些 这是工业用机器人里面非常重要的标准 包含人型机器人 你要怎么去控制他 你要有一个完整的方案 而这个完整方案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他的控制器 你要当场就能够把他停下来 第二个呢是你停不下来了 打电话上去 喂各位 非凡电视台吗 我这个黄敬泽老师停不下来 我们台长帮你按下去 我就停下来 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 假设这是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控制器挡不住了 打电话给挥达 挥达帮你停下来 所以机器人控制器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很少人知道原来我们台湾 有三档但是说真的一件事 新贵的不能算了 新贵没办法 有三档机器人控制器 而且你看这量已经出来了 量已经出来了 量已经出来了 各位看到没有 所以欢迎所有朋友 是不是又是第一手 老师跟各位说 早就通通都安排好了 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掌控当中 你要参加机器人组别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全市场第一选择就是 财富指挥官家族 就是黄敬泽 不相信你去打听 最近只要来找我的都是指名要做机器人 我就直接告诉各位了 所以我都能够帮你找到第一手的股票 找到第一手 涨上来你就有 涨不上来 他在那边盘整 而且我几乎没有看到涨不上来的 每一只被我一点 马上冲上去 因为机器人是个太新太新的一个概念 就跟当时在点什么 点罗生啊 当时在点尹汉啊 当时在点罗生尹汉啊 说真的尹汉我到35块附近才在进场 35块已经123456789 不要了90厅嘛 照常进场各位看到没有 70块 这后面市场很大呀 所以我在讲高峰的时候 有没有人去追何大 有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高峰买不到啊 买不到啊 好了 没关系啦 各位注意 其实今天这样做也不是错的 请你注意哦 今天你说老师 为什么今天像这个罗生他们会震荡 注意今天是月初嘛 月初怎样 题材股一定会有震荡 为什么 月初大家都买有营收的股票啊 对吧 月初大家都买有营收的股票啊 因为明知道说你交出来 你这个叫题材股嘛 题材股来讲的话 通常来说的话 它的一个营收还没有跟上 所以题材股往往现在是告诉你说 机器人很好 但是你说所罗门呢 所罗门本利比还有60几倍 那个6188广名呢 40几倍 听起来好像 哎呀 那大力光才11倍而已 那当然买大力光 所以基本上 月初一定都有震荡 你说老师真来假的 我们再回顾一下好了 你说老师今天好紧张哦 今天是比较紧张一点 因为第二次了嘛 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一样月初啊 6月初 不是一样要震荡吗 就是一模一样的嘛 但是有很多还会在涨啊 所以呢 假如说他能够稳住的话 第一个他是交出营收了 第二个你要留住什么 留那个有父爸爸的 或者有父儿子的 你说像何大 因为他父儿子叫高峰嘛 那我们讲西光子好了 来西光子这只为什么叠最少 父爸爸红海嘛 对不对 或者什么 有副客户啊 我老 我这个副客户的回答 我副客户是什么 是广民 有副客户的 这个都 这个也可以 或者底部 刚刚起讲 刚才我讲这个叫底部啊 这就底部啊 那你要注意一下下 我觉得最近很多人 只要看到黄老师讲机器人 觉得好精彩 吃起早 有没有副爸爸 有没有营收 有没有集团 有没有副客户通通没有 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要掉下去了 对吧 你不能说啊 我西班尼也是个副客户啊 我就直接点名了 那你说老师最近苹果概念股很好 对啦 加减赚嘛 我还找一支便宜一点的 大家多买 一人买一百张比较好赚 这个就不用念了吧 苹果概念股今天营收当然会好 因为这么多年的终于等你换手机了嘛 但是这次好了之后将来会更好吗 我认为在美国来说的话 苹果最近的涨势 的确没有比马斯克大吧 马斯克讲话越来越夸张了 才在前几天的时候 上上礼拜五讲说 我马斯克做了机器人之后呢 特斯拉会有八个苹果那么大 昨天不好意思讲八个苹果 想说苹果搞不好打电话来丢它 结果他讲说 我有十倍的全世界最高市值的一个公司 那么大 那全世界最高市值的公司就是苹果 还不是一样 换汤不换药 但是什么换汤不换药不重点是 各位看马斯克的股价 突然间狂飙上来 你有看出马斯克这个叫头肩底吗 哎呦我没有时间画了 这个头肩底吗 我上个礼拜有画给你看 你有看到说马斯克在低档的时候 那个女股神伍德变成反指标 还在低档的时候卖马斯克的股票 结果一路上狂飙 马斯克最近光飙起来 哎这种这么大的股票标27%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那时候写出来还有点漏气 我写核大切割成巨大智能 明年并入高峰 那高峰都写在这里了 哇 高峰都写在这里了 隔天一大早 还有人不知道说我要买高峰 还好你不知道 你知道我会员朋友不用赚了 看到没有啊 我写我自己都想要 这里写到这里还怎么忘记了 我这边有写高峰 各位看到没有 但是现在核大有没有涨停 也有涨停啊 因为核大有18%的高峰 还跟着涨停板啊 我说我本来是天下杂志写错了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下 接下来呢 特斯拉相关的股票 特斯拉相关的股票 我认为还是很好 还是很好 他做的机器人在这里 看到没有叫做Alpha Alpha他转头之的 所以我们台湾来说的话 其实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那现在我在帮你做的 还是重复同样的动作 先找到机器人周边的股票 找到机器人周边的股票 先确定好 他是一个标准的头肩底 然后呢 各位注意到 接下来就看说 这个能够涨多少 你至少能够涨个几支跑不掉 结果一打开 是罗生 罗生后来 黄敬哲老师告诉你什么 我说不得了 他爸爸叫做加士达 他现在联合的亲戚叫做广达 又有加士达又有广达 而且外面把这个机器手臂做好了 他做这个机器手臂的眼睛 送去的地方叫灰达 光这三达下去就傻眼了 就无所不达了 爸爸叫加士达 母公司嘛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第二个部分 那么合作的公司 就是广名集合 叫广达 送出去验证的地方叫灰达 天哪 这公司怎么可能不涨 我说你一定要做的机器人 反而变成罗生 为什么 那你说所罗北也不够就一个好老爸 好朋友 好客户 就这样灰达 他三个都有 那你说老师今天震荡 这第二次震荡了 难免会再进入整理 难免会进入整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假如不是开那么高会杀下来吗 就简单嘛 你开高点的时候你把它卖 哇 今天不得了 今天整个426% 拉回来 是不是还要再布局 我觉得应该还要啦 但是 毕竟他涨多了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你说在144还要再马上涨到200 速度没那么快了 可能有也是要等明年以后的事 他接下来会144 150这附近整理 但是你只要跟上 从33块9到100好了好不好 到120都可以好不好 你知道听到黄老师跟你讲 8374罗生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赚钱的 我最喜欢做这个事情 因为假如说我跟你讲的股票 每一个人都赚钱的话 我就可以跟那个黄仁勋 跟张忠某一样去夜市吃东西 大家看到我都笑嘻嘻啊 如果是给你报那个120块 跌到剩下20的 哎呦 戴墨镜出门比较实在 各位看到没有 每个看到我有一个 有去夜市里面 吃个臭豆腐的叫做笑嘻嘻的啊 说你连报太阳的人都比较强 但是当然不好意思说 你做研究嘛 做研究嘛 第一个叫什么 只做第一手啊 赚钱一定有啊 第二个你要找到说 这个真正的来源啊 来得为什么会强啊 不是刚才讲的那句话吗 副爸爸副朋友 还有什么 自己营收好 这个副朋友叫什么 叫云豹啊 他自己是两手一摊啊 他副朋友叫云豹 你看连他的子公司都上来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各位注意啊 请你认识记得一件事 机器人还要涨这些里面 你当然还要重新再做一个短线上的挑选 长线上我连选都不选了 你说老师我今天买进去我准备睡三年 那你就给我买随便买 不能说随便买的 你就挑那几档我常常讲的买好了 干脆这样讲好了 如果你要三年的我当然OK啊 那你也不用参加你就看电视 但是问题来了我们要追求在这个时间里面最好的利润 所以请你想尽办法跟上我们第一手好不好 跟上我们第一手 而且你看我还认真的帮你一档一档的选出来 其实你去看一个报告它从上面到下面都有 这是法条的部分 所以跟各位报告说你现在追我们的股票 请你直接加入我们 因为加入我们就是第一手 加入我们就是第一手 所以等我电视公布的时候 你说你现在去买能力网也是用追的 请你加入我们这就是第一手 愿意跟上第一手的朋友 我还是跟各位讲 我这次要调到7月10号 7月10号以前呢 我们还是按照我生日那个时候的专案来跟各位报告 7月10号以后不能再有跟公司的同事不公平的计程 要调为公司本身的原价 所以我往前调了五天了 我认为我们的绩效 我认为我们的努力 还有我们的专业跟专注 绝对值得你这么做 欢迎你7月10号以前 掌握住我过去的生日专案 我经常在节目上跟电视机前面的朋友讲 有的时候呢你真的不要用脑袋想 或眼睛啊被这些演讲者迷惑 有的时候真的用你的膝盖去想一想 用你小学课本的知识去想一想 台湾钱现在真的烟角木 各位看一下 这么多支股票啊 我就不一档一档念了 那么今天有59家的一个涨停板涨了321点 你是要怎么看空啊 这是第一个啊 而且是59家耶 不是5家还是9家耶 各位啊台积电大涨 以前你说台积电大涨的状况是这样 叫做垃圾盘 现在拉上去还有59家涨停板 还有鸿海爷大涨 你现在是要看空什么 很多老师在那边看空 我真的觉得 而且还有很多翻空的 还有第二件事情啊 我说你如果没有看到股市 股市有的时候真的用膝盖看 为什么 你往外看一看嘛 去走一走嘛 我们非凡新闻就在告诉你 有多少的房地产 那一开盘就在封盘 一开盘就在排队啦 我说这件事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那这件事你总知道了吧 有一个跟我同年纪的 叫正什么颤的 对不对 我干脆直接告诉你 那我觉得他不见得真的有问题 但是他为了华雅科必须要更扩大 让台商来投资 那他在当市长的时候 郑文燦先生就直接讲 他为了说基本上来讲的话 要扩大那个工业区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些什么疑问 这个我就不知道 这要检调单位去讲 但是动机是什么 那个工业区要扩大是什么意思 钱太多啊 要来想办法来台湾盖厂房 所以这就是现在发生的原因嘛 所以你没发觉 真的是台湾钱在淹角木 我从头到尾一直跟你讲说 你看我多早就跟你讲什么2460 我说这叫V型反转的满足点 你说老师有没有准 我先告诉你一句话 你自己回去算 电子股早就准了 电子指数早就准 超过因为电子指数 只要到1250就到了 知道吗 到1250那个地方就到了 现在已经到1299 电子指数超过40点了 所以电子指数早就已经反转了 接下来是这个25463会不会出现 我不解释了 总而言之你去算算看就知道了 那我的结果 我只是说这个地方就是 节目上一定要解释 不然我要去写报告 总之呢 如果我们这一季 涨上一季的一半 上一季涨4115点 我们除以后等于是2057点 把这一季涨上一季的一半 等于说从现在开始力拼到中秋 但是只成功一半 是这个数字好不好 那你如果把台积电 一块钱换算成10块 影响数哦 你不要说老师 证交所规定8.5块 拜托证交所不要叫我这种 收写报告 台积电涨其他不会涨吗 我给他加一点不行吗 我给他算10比较简单 你把他算10的话 1080就接近这里 11601180就接近这里 可见外资跟我的想法很接近 很接近呢 你回去换算看看 我没有时间再跟你讲 对不对 同样的嘛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今年来的标股 今年第一年来的标股 真的是从头标到尾 而且到现在为止 好你就说他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你今年进去 不要说了100块钱进去 你吃亏吗 80块进去你吃亏吗 更何况我们是41块半进去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吃亏 还有70块钱进去 怎么可能会吃亏啊 然后后来开始转折的时候 我还跟你讲说 最近的转折又来了 最近的转折又来了 时间地点都跟你讲 叫你说我生日专贷赶快来 我6月30号生日你赶快来 这是6月28号 你看一下这是几月几号 几月几号 而且我那时候就说半年红拼中秋了 所以中秋节以前你不要说什么 哎呀 我跟你讲除非这两个又出现什么变数 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 基本上你先不要管那么多都是机器人 我有跟你多说吗 我说接下来你要注意这个机器人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的机器人 因为在上海机器人第一次AI展 这次本来不是机器人展 结果提前展出了 月底还有一次红桥展览 红桥展览我认为出现的公司会更多 但是新科技可能不会更多 出现的公司都是我真的有用的 我真的有用的 我认为能力这个地方是真的有用 为什么 它叫做医疗机器人 它叫医疗机器人 各位知道吗 我这支买不到 而且本来嫌他太胖 2312的金宝 这叫医疗用机器人 那一月要不要扫地 当然还是要扫地 你不要以为说老师 你坤仁今天没讲 我告诉你 教雄跟你讲 苍蝇我也讲的坤仁 为什么 不用扫地吗 然后呢 也有一些新来的机械手臂 新来的机械手臂 我想这个部分 大家一档接一档不断的在挖 那的确是还有这个情况 但是呢 这些都必须要有一件事情 叫做什么 机器人控制平台 好 假设今天呢 哎呦我们在某家工厂里面 哇机械一直做一直做 开玩笑 那个一个晶片敲下去 就30万 敲10片300万 敲100片完蛋了 我台积舰就完蛋了 所以他一定有个控制平台 他一定有一个所谓控制平台 涂在哪里 跑去哪里 涂在哪里 反正他一定有个控制平台 一定有个控制器 各位看到没有 基本上有控制平台 跟控制器 那您可以从这里面呢 随时帮他shut down 在这在这在 看到没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家公司早就帮你想好这件事情了 他第一个他有控制器 那控制器假如又不灵呢 他有个控制平台 所以他马上打电话上去 哎怎么会这样子 就像我们台湾啊 台湾假如说你现在 我们现在假设 你们家电线开始要走火了 你一定要先关那个总开关嘛 总开关假如关掉之后呢 他怎么还在走火 打电话给台电 一样的道理 这叫安全控制 这在法律上是有的哦 所以每一家机器人厂商 都必须要有这个安全控制器哦 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还是个全新的 独家的 刚开始 第一手的观念 你今天不管什么题材 你说今天有人跟你讲 细光子 你看说是不是第一手 你看有人跟你讲 3661的四星科 你刚才讲说是不是第一手 还是已经 已经从上面掉到下面了 欢迎所有朋友 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紧急跟各位通知一下 我们的生日专案 7月10号 我想让我们公司 能够正常的来做运作 所以呢 7月10号我们就 回到我们公司的一个 正常的价格 那么已经有很多很多的 旧朋友续约了 所以呢 我们旧朋友续约率 已经超过我自己本身的标准 新朋友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 愿意跟上机器人 这三年最强势产业的朋友 请你立刻补充专线把握机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翻新制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述速度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